大家好 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一 股市經過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兩日急升之後 今天明顯高台有點糊塗 加上買盤不足 所以在零稅沽壓湧現下 市況又再轉轉反覆 而且恆指又再下市18.2%的防守性 因此再作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早市恆指先是低開92點至18.201點 又曾經有少少後秋 見過18.243點 但沒有法子再退進 結果在零稅沽壓湧現下 市況又再轉轉反覆 跌至18.014點 這一刻仍未收市 但去到收市時 可能5.8點的防守性 已經未必能捱得到 先看看今個月的技術上的形態 暫時來說仍然是先低後高 因為指數是由9日低位17,376點 升到12日高位18,317 簡單說 頭尾四日指數是升了941點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四個交易點之內 當然不知941點波幅也是小的 假設全個月的波幅 如果有1100、1100或1200點 一定是出現穿頭或穿頭破腳的 我們就要先看看 現在這分鐘是完全看不到 到底是穿頭還是破腳 不過我們可以從移動線方面略作參考 指數雖然今天曾經反覆下市翻萬8點支持 直到現在這分鐘 恆指仍然是穩守在10天、20天、100和250天線上 即是說技術上來說 雖然是屬於高台的少少反覆整顧 但情況未至於太差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20天線現在在17,929點 10天線在17,831點 以指數在18,000左右的水平 只要再有28點的反覆 就已經可以跌穿20和10天線了 所以大市雖然現在仍然咬著18,000的平台 好像沒有太大問題 但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直到現在這分鐘 有一件事大家應該要繼續特別關注 就是成交金額 大市沒有足夠的資金 沒有足夠的推動力 作一個後續的上升 講了很多次 港股以前混集四方百年資金 歐美、亞洲、內地的資金 所以當時恆生指數要出現一個中期升浪 三幾千點根本上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但現在因為沒有歐美資金的參與 講來講去只有北水 老實說北水的力如果真的這麼厲害 A股上升不會跌到三千之下 換句話說 糖水滾糖雨之下 股市是會有波動性的上升 但不能夠忌以厚望 還有一件事 從今年的高位 5月20日的19706點開始到今天為止 其實都出現了幾個高位 但這些高位都是匹匹向下走的 因為下一個高位就是 6月5日的18724 再低一點就是 6月20日的18520 再低一點就是 今個月12日的18317 這些高位好像有一點 很少急急向下走 所以我一個想法 指數如果要擺脫這些形態 第一件事一定要咬腰回上去 先行修復了50天線 18350 再突破6月20的高位18520點 這樣就可以扭轉急急向下走的形態 但以現在的成交金額 這麼偏梭 要做到這一點 真是談何容易 所以大家都是保守一點點 好了 五次分析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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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